混混光天化日晓 将硫酸泼在女人脸上 她瞬间毁容疼地翻来覆去 警察赶到时 凶手已经逃之夭夭 围观群众没有人敢指认凶手 因为小混混的老爹是当地黑老大 只有出生牛毒不怕虎的安吉拉站了出来 直接指认出凶手 警察当场给了小混混一巴掌 把她拖进警局就是一顿招呼 安吉拉还沉浸在见义勇为的喜悦中 殊不知自己已经惹祸上身 这不 当天放学就被小混混堵了 小混混提着40厘米的大刀 就朝着她脸上一滑拉 安吉拉哭着回家打小报告 可是聋哑人父亲也无能为力 她非常清楚一个真理 那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自己的仇啊自己报 于是她把安吉拉送进 当地著名的武术学校修炼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功 加之她自身天赋异禀 很快变神功大成 是时候检验成果了 这天放学 又碰到那几个小混混在游手好闲 父亲给她比划两下 要她录两手 安吉拉放下小书包 冲上去就是一巴掌 小混混还没反应过来 又是一巴掌 二连掌直接把小混混呼翻在地 转身又是一记正死温 三个小混混被揍一圈才反应过来 逆拥而上 安吉拉高阶抵挡 又是一记断子绝孙腿 小混混被打得连连后退 三个人打不过一个小孩 这让哥几个以后怎么在这条街上混 于是故技重施 拿出珍藏多年的硫酸 就要朝安吉拉脸上糊 安吉拉表示自己无服消瘦 朝着小混混手腕就是一记手刀 油酸是一滴也没有浪费 全被小混混一人独吞了 父亲见状急忙上前搂住安吉拉 这下算是闯大祸了 小混混的爹不得往死里整他们 果然 经过审判 安吉拉被送进了少管所 时光飞逝 十四年后 安吉拉已经长成了黄花大闺女 而父亲已经因病去世 因为得罪了当地黑老大 加上自己的案底 他只能选择去大城市投奔大哥 靠着大哥的关系 安吉拉成功进入一所公益学校就读 住在学校破旧的宿舍 条件虽然艰苦 但安吉拉深知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谁知道第一天上课 就碰到校爸带头罢克 只有毫不知情的安吉拉 一脸猛地坐在位置上继续听课 校爸健壮 悠喝 这不给我面子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不 中午吃饭安吉拉在食堂端着饭盆子 校爸迎面走来 小手一扒拉 午饭撒了一地 真是兜兜不让兜啊 面对校爸的挑衅 安吉拉那叫一个淡定 习武之人就一个自人 可校爸可并没有打算收手 隔天放学 便叫来一群小弟 打算让安吉拉长长记性 男人拿起匕首向女人 好在他身手敏捷及时避开 用花瓶反击 用尽全力砸在男人头上 男人被打倒 他失去还手的力气贪软在地 悠喝 战斗力还挺强 刀疤脸一个小电话 千军万马来相见 直接将安吉拉堵在了食堂 他表示认识 但不是怕被揍 而是怕自己收不住攻 失手把他们打死 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小混混实在看不下去了 死到临头了还在装逼 抬手就是一拳 安吉拉一个格挡 接一记领米的飞在一肘子 直接干他脑袋上 左右开弓 又来一记扫糖土 直接干趴三个 再接一个过肩摔 一套金丝楠木座椅当场散架 小混混们简直是葫芦娃就爷爷 没一会功夫 校爸叫来的千军万马全军覆没 这下算是被打服了 学校里的麻烦算是解决了 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这天 一群警察正在路边摸鱼 突然路上窜出一只大黑耗子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响当一下直接撞上了路边的石堆 他们直接上演史上最快出警 查看车内情况 车主似乎已经领了盒饭 打开后备箱 哇塞 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看着这几百个W 这谁顶得住啊 白衣督察起了贪念 见者有份 四人平分 吩咐手下将马内转移到警车上 谁知司机还没死透 白衣督察心想煮熟的鸭子还能飞 抄起后备箱的千斤顶 就是一框档 司机当场领了盒饭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他吩咐手下篡改验尸报告 谁知道千房万房家贼男房 这一切都被女友录了下来 他找到两个朋友准备敲诈一笔 结果两个朋友表示 不敢招惹警察 你自己担担吧 担担就担担 可转头一看却发现相机丢了 这下麻烦大了 隔天督察便收到了威胁电话 这是要被捅出去 自己怕是要进去采缝刃机了 转念一想 这是肯定是自己女友干的 只有她有这么多新花样 赶紧吩咐手下将女友绑来 二话不说 上来就先赏一嘴八子 还跟我装蒜 又是一嘴八子 女友只能一五一时将事情交代 她表示摄像机被人偷走了 只知道小偷是慈善学校的一名学生 其他的一概不知 这把督察气的 转身就是一脚 女友后脑壳着地 直接领了盒饭 另一边 安吉拉在宿舍门口捡到一个包 包里正是那台相机 还没等她搞清楚怎么回事 两名警察就找上门来 确认过眼神 就是对的人 为了已决后患 督察吩咐手下将安吉拉弄死 一颗花生米 直接送走一个 这时小弟电话响了 是督察打来的 告诉他们抓错人了 可是他们当着安吉拉的面杀了人 只好统统干掉 正要扣扳机手枪 却关键时候掉了链子 安吉拉趁机一跃而起 一脚将手枪踢飞 捡起地上的棍子就抡过去 小弟当场晕死过去 死里逃生的安吉拉找到校长 将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她 可校长也无能为力 对面是警察惹不起啊 郁闷的安吉拉走在大街上 正好遇到了校爸一伙人 在吃小烧烤 安吉拉气不打一处来 怀疑是她陷害自己 拎起她便要开走 突然警察出现 上来就给安吉拉一嘴巴子 定睛一看 这不是昨天被她一棍子干翻的警察吗 警察将他们统统带回了警局 但他们一合计 是在大厅广众下抓的安吉拉 不好直接弄死 于是几人决定将她整成精神病 警察将女人牢牢控制 将电机一放在她头上 拧下开关电流击穿她的身体 女人四肢抽搐无法反抗 警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将安吉拉从正常人变成精神病 于是把她关进精神病院 每天注射精神药物 虽然饱受折磨 但她凭借顽强的意志保持清醒 警察还叫来她的家人 通知他们安吉拉患有严重的精神病 当街打警察 安吉拉的母亲也证实 她有一定的暴力倾向 小时候被送进过哨馆所 就在警察们以为已经吻了的时候 另一边 事件的调查有了新进展 女警察通过监控发现 偷相机的人是校长女儿 校长怕自己名誉扫地 于是将包放在了安吉拉宿舍门口 本想着她会主动上交 可没想到这包里的是个定式炸弹 直接将安吉拉炸到了精神病院 好在安吉拉在这 认识了一名小伙伴胖妹 安吉拉怂恿她去管理室偷钥匙 晚上胖妹不负众望 前来拯救安吉拉 可要是戳了半天 锁还没打开 这动静被保安发现 冲过来便要一棍子给胖妹送走 关键时刻 安吉拉一记高抬腿 保安当场倒闭不起 更多保安闻声赶来 安吉拉直接化身热血翻主角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三五分钟地上便躺了一地的保安 逃出精神病院 她找到家人寻求帮助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 可是他们根本不相信 都以为安吉拉真的患有精神病 还叫来了工作人员 一针下去 安吉拉昏迷不醒 众人将她抬上车 没想到开车的是小伙伴胖妹 简直就是神仙队友 没有人相信她 安吉拉决定自己解决 她和胖妹先是绑架了都查的小弟 直接将她的头按在马桶里咕噜咕噜 又一桶洗脚水将她交醒 小手枪指着头 小弟哪见过这阵仗 当场认怂 连连求饶 表示这一切都是都查的主意 自己也只是个打工仔啊 另一边 都查通过手机定位 发现了安吉拉的位置 赶紧带着一众小弟赶来 给安吉拉放哨的胖妹 被一枪带走 她自己也被带住 就在要领和饭时 女警察带人杀到 她表示已经查明真相 要将都查 逮捕归案 就在安吉拉以为 自己忠于陈渊昭雪时 上级打来电话施压 表示路边上出车祸 被都查杀的人 是当地黑帮首领的弟弟 如果将都查 逮捕公布真相 那么黑帮必定要找他们报仇 发动城市暴动 所以为了和平 必须放弃抓捕都查 立刻结束这个案子 无奈 女警察只能服从命令 安吉拉瞬间 从天堂跌到地狱 绝望的她奋起反抗 一拳一个小弟 拳拳到肉 小弟们被揍得满地长牙 还得都查亲自出马 她从后面一脚 将安吉拉踹翻 安吉拉看到地上 40厘米的大砍刀 捡起来就是一刀 直接砍在都查大腿上 那叫一个钻心的疼 小弟们见情况不妙 赶紧过来帮忙 安吉拉正面一刀 反面一刀 几人集体领了盒饭 大仇终于得报 影片的最后 安吉拉被无罪释放 成为了一名老师 这就是电影 十字架上的女人的全部内容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